下面我讲往前的铺球 铺球在双打的比赛当中用的比较多 单打比赛当中也会出现 而且往往这个时候要把握住机会了 可能就直接能得分了 这个时候如果把握不好这个机会 就会失去这个得分的机会 首先我讲一下正手的铺球 铺球也就是说球 从上往下 所以机球点一定要抢高 一定要高过于碗 如果低于碗也就不存在铺球了 所以抢碗的时候一定要抢的高 正手的铺球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动作小 短时瞬间的发力 手腕和手指的力量 记住一个要领 就是打完这个动作以后 动作要小 打完以后马上收回来 否则的话就会搓碗 因为搓碗或者过碗 击球都是伪利的 所以动作一定要小 对方说 这就是这样子之间的 解铺球 它是用的 配合 控制 码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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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手铺球多采用向前跳起击球 击球时,用手腕下压来球 动作要小,闪腕要快 请注意,击球前在向前跳起的同时 向后引拍,上臂与前臂 前臂与手腕的关节角度均为90度 然后向前下方鞭打式击球 击球后迅速收拍,防止球拍触网 练习时,采用一人反复发往前球 另一人扑球的多球训练方式 反手的扑球相对来讲难度要大一些 而且有的进碗的球的时候确实不好处理 首先一点,握拍一定要转过来 握拍,反手的扑球可以说握拍转到最大的角度 几乎是正面,球拍的正面 去对着球 转过来 原来这样握,转过来 所以上去以后抢高点 同样也是手腕手指的力量 动作一定要小 否则的话就会出碗 反手扑球同样采用向前跳起击球 击球前要及时换为反手握拍方法 击球时特别要注意充分发挥手腕和拇指的力量 击球时特别要注意充分发挥手腕 击球时特别短期观看 击球时特别再次 帮助视频 从不搅拼处